迈入第五年的实定国小毕业茶席 今年是以茶食为主题 除了和现场的来宾分享实际到茶农家中制茶体验外 毕业生更是以实定四种特色茶叶搭配不同的茶食 让大家一同来品味茶趣 气质卢雅的毕业生透过了茶席发表 展现了茶文化课程的学习成果 实定国小16号上午举行毕业茶席 今年的毕业生同样是到茶农家中 体验两天一夜的制茶生活 活动一开始便以记录影片和在场来宾分享 带领孩子制茶的林师傅也颁发了茶食证书给每位毕业生 而今年四位国小毕业生以茶食文化为主题 并且分别将实定四种特色茶配合四季和适合的茶食 今年的小论文是针对茶食的部分来做研究 所以今年我们刚好有四个毕业生 所以四个毕业生各自都准备了一个茶席 然后也代表了我们实定的四种茶 那这四种茶当然因为茶性的不同 所以就会有茶食的搭配 那刚好也是配合他们今年小论文的一个主题 对自己的家乡的一些了解 会有更深的一些印象 茶的种类还有要怎么搭配 就是茶食可以让茶跟茶食搭配的更好吃 起来更有味道 迈入第五年的毕业茶席 每年都相当的温馨 立法委员罗明才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等贵宾 都前来给予毕业生祝福 校长魏千宁表示 茶文化课程让孩子除了学习茶道精神 茶叶知识外 更将品德里等内化为素养 进而外显于外 展现了茶人的文雅气质 不仅是培养他的品德 而且还让他从茶人 也就是我们历代的这些的大茶人 也是这些大文学家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 那甚至于是涵养到他们的一个智慧里面 所以在孩子的身上就无形当中 他就外显于外 四位国小毕业生分别摆设了四组茶席 将包种茶、蜜香红茶、美人茶以及白茶 搭配不同的茶食点心 像是包种茶可以搭配戚风蛋糕 美人茶可以配瓜子杏仁等等 而三位可爱的幼儿园毕业生 则端起了茶盘 为来宾们奉茶 并将准备的茶饼、茶洞 分享给在场的每个人 校长魏千尼表示 茶文化课程到明年第六年完成之后 就将开启轮替课程的第二阶段 非常期待孩子们的展现 也勤勉毕业生们 效法茶人体悟自然本性 追求天地人均衡 力行准则正道 展望未来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时定采访报道